大家好,欢迎回到实习社 2018年3月16日 两个男人一前一后的来到新北市光华派出所报案 先到的男子告诉警察 自己的一名女员工已经失联多日 他担心会有什么意外 而随后赶到的是这名失踪女子的亲哥哥 她是在接到妹妹老板的电话后才过来的 在询问过程中 这对奇怪的组合给警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失踪者的哥哥显得很淡定 好像无关紧要的样子 反而是她的老板则显得更为紧张 这名失踪的女子叫叶秀凤 10年37岁 在当地离家工厂做会计 3月14日 老板发现小凤已经有两天没有来上班了 她在厂里工作了11年 平时开朗阳光 与人相处融洽 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是个很靠谱的人 小凤因为三年前父母因病相继去世 所以她很重视运动和健康 平时下班后都会去锻炼 也经常参加一些跑步活动 3月12日 她曾向老板请假 说16日要去参加台东的路跑活动 老板还叮嘱 如果时间太赶可以多请两天假 那么明明说了16日才请假的小凤 怎么会无缘无故矿工了呢 这实在是太过反常 老板担心发生了什么意外 于是第一时间拨打了她的电话 可更让人不安的是 小凤的电话根本无法接通 当天晚上 老板直接赶到了小凤家中查看 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自从父母去世后 单身的小凤便和哥哥一家住在这里 而来应门的正是哥哥叶吉祥 面对紧张的老板 她表现的不以为然 说妹妹不在家 自己也给她打了20多个电话 但没有人接 妹妹之前曾说过要去参加路跑活动 有可能是提前去了吧 老板看到小凤家人都这样回应 只能先行离开 到了16日这天 路跑协会的人打电话过来 称小凤根本没去参加活动 这个平时凡事有交代的女生 已经失踪了4天 她的老板再也坐不住了 直接赶到派出所报案 并电话通知她哥哥赶紧过来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正常来讲 如果一个人失踪了 最紧张的应该是自己亲人 可小凤的哥哥却表现的异常冷淡 妹妹失踪4天 反而是别人先报的警 而自己拨打了那么多电话 联系不上对方 她竟然也不担心 面对警方的质疑她说 那么大的人了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警察问道 你有没有进到她的房间里查看过 她则回应说 妹妹房门锁了起来 自己没有钥匙 所以没有进去过 警察一听 那万一是人在房间里生病了 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呢 于是哥哥这才请了开锁匠 打算先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这样就算是人不在里面 也可以找找有没有什么可用的线索 房门打开 里面空无一人 但一股诡异的气息却扑面而来 问题出在哪呢 叶吉祥发现 妹妹的床原本在房间角落 但此时却被推到了房屋中间 而角落里则堆着不少衣服 于是她走上前将妹妹的衣服捡起来 但是一个奇怪的物体慢慢地显露出来 衣服下面居然堆起了一个 鼓鼓囊囊的水泥包 跟随进屋查看的警察定睛一瞧 这个水泥包好像是一个人的形状啊 这匪夷所思的画面 让在场的人都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难不成 叶秀凤真的在这个水泥包里吗 警方不露声色 叫来叶吉祥和她的老婆询问 妹妹房间里有这样一个东西 你们知道吗 两人都表示不清楚 警方又问 那妹妹最近在房间里施工吗 两个人也表示不知道 这个水泥包还没有完全干透 一看就知道是最近才堆起出来的 并且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堆得好 家里凭空多了这么个东西 哥哥嫂嫂居然一问三不知 案件越发显得诡异 据调查 家中最近没有小偷入侵的痕迹 也没有财务损失 并且根据监控视频可以看到 12日小凤骑摩托车回到家后 就再也没有外出过 那么叶秀凤到底会在哪呢 在进入这个家中时 警察发现屋里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 完全不像家里有两个小孩的样子 并且在大门口以及屋内卧室门上方都贴着符咒 而小凤房间里的厨师机也一直开着 还有刚点过精油的痕迹 综合多项因素考虑 警方认为叶秀凤已经遇害 并且将嫌疑人锁定到了他哥哥叶吉祥 和嫂嫂张芳心的身上 那么究竟是谁杀害了小凤 又如此残忍的将他封到水泥种里呢 与此同时 叶秀凤的朋友们也找到警方 他们对于小凤的失踪担心不已 也提供了平时与他的聊天记录给警察 这一下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嫂嫂张芳心 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 小凤经常与朋友们提到他与嫂子的矛盾 3月11日也就是失踪的前一天 他曾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有一个人很想拿刀子刺我应该报警吗 而他提到的这个人正是张芳心 姑嫂二人长期不睦 这个情况对小凤的朋友们来说 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难道真的会因此而引发杀鸡吗 张芳心10年38岁 是台湾高雄人 18岁时嫁给了哥哥的同学 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 便因为前夫的出轨而结束 随后他到了台北 认识了当时的同事 也就是小凤的哥哥 叶吉祥 2003年 两人还未结婚 他便搬到了叶吉祥的家中居住 当时屋里还住着叶吉祥的父母和弟弟妹妹 两人同居了一段时间后结婚生子 这间房是叶家父母买的 登记在三兄妹名下 起初大家也能友好相处 但不久后 家庭成员之间便起了矛盾 嫂子张芳心说话总是咄咄逼人 经常与小姑产生口诀 弟弟后来也受不了搬了出去 建峰们表示 小凤性格随和 平时见到邻居都会主动问候 但张芳心则不同 从来都是一张冷脸 即使别人主动于去打招呼 他也不会做出回应 叶母在世时 曾多次抱怨媳妇态度恶劣斤斤计较 白天她外出收废品 但媳妇在家只煮自己的饭 根本不把她这个婆婆和小姑当成一家人 面对警方的询问 张芳心表现得异常冷静 她不仅反问 你觉得人是我杀的吗 甚至还逼问警察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眼看对方是个硬查 又看到屋里的神龛和符咒 于是想通过信仰神明突破她的心房 但这些对于张芳心没有一点用处 直到孩子的出现 她的眼角似乎才泛起泪光 警察抓住这个机会 以理解与体谅的语气 试图与她共情 劝其男早点交代 从轻量行 这样也可以早点见到孩子 警方的这些话 终于让张芳心放弃了抵抗 承认了她杀害了小姑 并弃尽了水泥种的事实 而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其不见天日 并且还说 这个计划她已经想了很久了 但是这一切 丈夫叶吉祥并不知情 现在可以确定 小凤就在水泥种中 警方旋即找来殡葬公司的人 准备凿开水泥种取出尸体 但当天的进展并不顺利 因为这种情况 无论是法医还是殡葬业的人 都没有遇到过 贸然砸下去 他们担心会破坏遗体 而厚厚的水泥块凿了半天 也只就敲掉了一小部分 由于当时已经是凌晨 于是大家决定明天再接着干 第二天一早 在焚香表达了对遗体的尊重后 工作人员继续开凿 这次他们带来了电钻 一切顺利很多 当水泥种被完全凿开后 惨不忍睹的景象显露了出来 叶秀峰的身体被浴巾被单层层包裹着 外面还缠上了胶部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头部有明显的顿剂伤 现场的一切让警察一律冲冲 这真的是张芳心 一个女人就可以办到的吗 制作这样一个长约100公分 高约30公分的水泥种 就算是一个成年男子 干起来也会有些吃力 并且这必定会弄到家里尘土飞扬 叶吉祥真的是一点都不知情吗 从妹妹的失踪到被发现 她一直表现得冷漠而淡定 仿佛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尽管在水泥种开凿前 张芳心承认了罪行 但作为亲人 总是会抱着一丝幻想 希望凿开后里面装的并不是自己妹妹 可叶吉祥不仅没有一丝责怪妻子的意思 还在此时找到殡葬公司的人询问 如何处理后事比较简单省钱 在开凿过程中 她表现得轻松淡然 甚至在楼梯间掏出饭团吃起了早餐 警察看到她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什么 便上前劝其不要太焦躁 哪知她回应说 要是这房子变成了凶宅怎么办 这匪夷所思的想法让在场的人都傻了眼 也让警方怀疑 哥哥张吉祥与此事脱不了干系 紧接着 警方对案发几天后 叶吉祥的行踪进行了调查 他们发现 张芳心连续三次购买水泥都是独自一人前往 在案发时间内 叶吉祥都在上班 也就是说 妹妹小凤遇害时 她的确不在场 最终 警方排除了叶吉祥的嫌疑 但这是 她究竟是否知情 依然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我认为 她多少应该是能察觉出一些异样的 有媒体报道 张芳心女儿曾吱吱吱吱地对警察说 爸爸进入过姑姑的房间 如果真是这样 这么小的卧室 一进门便能将你们的情况一览无疑 不可能发现不了异样 但后来 警方见过调查 8岁女儿无法确定爸爸进入姑姑房间的时间节点 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嫂嫂张芳心毕竟已经在这个家生活了15年 她为什么一定要置小凤于死地 这对姑嫂间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 其实说到底 主要就是两方面的矛盾 一个是对于房屋产权的争夺 一个则是日常生活上的摩擦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 这个房子是在三姐妹的名下 但因为叶吉祥的工作是保安 月薪是人民币9000元 但她仅拿出1000块钱作为家用 后来在大舅子的提醒下又增加了1000块 这些钱还包括了两个孩子的日常开销 张芳心说 自己的午餐餐费只有7元人民币 着今见酒的日子 让她不得不出去帮人做清洁打零工 根本无力承担房子的贷款 更别说拥有自己的房子 她也不是没有提过搬出去住的事 但丈夫总是敷衍地说 等孩子再大一些 面对这样的情况 张芳心坚定了纠战雀巢的决心 她认为房产就应该由儿子来继承 作为妹妹小凤就应该搬出去 相对于哥嫂来说 叶秀凤要宽裕一些 她18岁出来工作 到后来弟弟搬走 哥哥收入微薄 她更是一例承担了房贷 为了赚钱 甚至连交男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之后她也被登记成了屋主 虽然与嫂嫂相处不错 朋友也多次劝她搬出去住 但对于这间老宅 她多少有些执念 一是因为房贷一直是自己在供 二是因为房子里有太多 与父母生活的回忆 另一方面 她单纯地认为 日常摩擦 说到底只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 2017年10月26日 小凤曾在社交平台 发布了一条这样的信息 早也碰 晚也碰 我都不用睡觉了 从平台与朋友们的互动留言可以看出 这是在抱怨嫂嫂在她睡觉的时候 将冰箱门或者马桶盖 故意关得很大声 为了不与嫂嫂发生正面冲突 她曾贴了留言条在冰箱门上 上面写着 请关门小声点 谢谢合作 但这个提醒 不仅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引起了更严重的冲突 张芳心直接找到小凤 吵了起来 并动手推了她 而这样的冲突 也不止发生过一次 随着矛盾的积累 张芳心甚至扬言要拿刀刺对方 警方不排除她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小姑 知难而退 主动搬走 最离谱的是 张芳心曾指控小凤 与自己的亲哥哥有染 因为有一次八岁女儿曾看到 爸爸醉酒后进入了小姑的房间 所以后来 她只要看到丈夫在妹妹屋里 便怀疑他们有苟且 或是觉得兄妹俩在说自己坏话 对于这样的指控 小凤直接跟朋友们抱怨说 对方简直是神经病 其实到此时便能看出 小凤早已身处危险之中 她将这些都告诉了哥哥叶吉祥 但这个大男人对待家庭矛盾 不是回避就是霍悉尼 直到案发前 张芳心一度威胁要拿刀刺她 小凤也一度想要报警 叶吉祥为了避免事情闹大 答应第二年自己一家就搬走 只可惜 这个决定下得太晚 小凤终究没能等到这个时刻 除了给哥哥投诉 小凤还多次打电话给张芳心的娘家 抱怨嫂嫂的种种不适 她对朋友们透露过 母亲还在事实 就曾因为被儿媳辱骂 打电话给娘家人投诉 张芳心曾因为前夫的出轨而离婚 所以非常重视现在的家庭 想要在娘家人面前 维护婚姻幸福的形象 而小姑的电话让她非常难堪 变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月13日早上 张芳心送完孩子上学后 接到娘家电话 得知小姑前一天又来告状 数落其不适 并跟她父亲说 管好你的女儿 不然就把她领回去 这让张芳心怒不可遏 并对父亲和哥哥说 他要回去杀人 当时他们都以为这是在说气话 所以并没有太在意 回到家后 叶秀凤正在洗漱准备上班 此前她还拍了一张 被嫂子推赏的右肩照片发给朋友 表示还有些痛 这也成为了她最后的一条信息 从御史出来后 嫂嫂张芳心已经等在门口 两人没说上几句话 就又吵了起来 张芳心利用自己的魁梧身躯 将小凤压在地上 并试图用胶带将她的头缠起来 这些胶带是她早前就已经准备好 打算用来杀死小凤的 但当时因为孩子忍了下来 此时小凤的头发还没有完全干 再加上她剧烈的挣扎 张芳心始终按压不住 而小凤在情急之下 还咬了张芳心的手 这让她更是怒火中烧 随手拿起旁边的哑铃 朝小凤狠狠地砸了下去 被砸得头昏眼花的小凤赶紧求饶 告诉嫂嫂自己已经流血了 很痛 求她不要再打了 可这并没有让张芳心心软 她冷冷地说 现在才道歉 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继续着手里的动作 直到小凤没有了身下 满身湿血的张芳心 转头到浴室打了一盆水 把身上的血迹擦洗干净 然后回到客厅 这时 听到小凤竟然还有喘息声 张芳心不仅没有选择施救 反而是生气地将小凤拖到浴室 把她的头闷到水盆里 直到其彻底没有了呼吸 做完这一切后 张芳心开始思考着如何处理尸体 后来想起自己曾看过的香港电影 用水泥将尸体封起来 好像能阻隔气味 于是便骑着摩托车 去购买了15包4公斤的水泥 但这些根本不够将遗体封起来 在此后的两天里 她又利用丈夫上班孩子上学的时间 跑了三家五金店 购买了21包水泥 才将水泥肿起完 值得一提的是 购买水泥的钱 是从小凤的存钱罐中取出来的 因为她认为 买水泥是为了将小凤封起来 这个钱理应由她来出 由此可见 在小凤死后 张芳心并没有一丝后悔或怜悯 显然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对风活该 此后不久 叶吉祥便带着孩子搬离了住宿 房子也以市场价的一半抛手 2018年8月 新北地方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张芳心无期徒刑 2019年1月 二审维持原判 2月份 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的判决 同住一个屋檐下 难免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如果处理的不及时恰当 就容易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张芳心是一个目光短浅 思维狭隘的人 她只能看到眼前的问题 与人相处简单粗暴 小凤尽管想要去解决这些矛盾 但却求助无门 作为家中女人的桥梁 叶吉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笼子和瞎子 就是不愿意从中协调 而妹妹死后的冷漠无情 也让人们大颠眼睛 可以说 在这起惨案中 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不是有热心老板的坚持 可怜的小凤 还不知道要被禁锢在水泥中多久 好 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里 对于本案 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支持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